測風雨這樣 因為每一個礦坑 每一個礦工在礦坑裡面 它所需要的通風量 每一個人固定要有 三立方公主的通風量在裡面工作 如果說第三立方公主的話 我們會增加我們的通風設備 比如說我們的出風機 因為礦坑裡面的話 有很多樣是死角 那工量不足的話 工人的話很容易疲倦 很容易修課 很容易修課的話 那就沒辦法工作 所以說我們每一個人 有通風量就規定要在三立方公主的話 有三立方公主的那個通風量 台人在那邊工作 那如果去計算它呢 它就以鑽面積來算嘛 鑽面積就是一個T型的面積嘛 對不對 這樣子一下下層成高之後 那整個T型的斷面積出來嘛 T型的斷面積承上它的風速 整理它的總風量 那再想說 每一個人他所需要的風量有多少 我們就想說 如果不足的話 我們會增加我們的設備 出風機然後再去出風 好 我剛才有跟大家介紹了 固坑裡面有三種功能 第一種功能就是什麼 採煤 全部在挖煤的功能 有的 我可以說 可以說 有的 谢谢观看